接下來看呢是一些立體跟練習 他說我用個朋友殺野 也就是我們的那個食鹽跟殺的分離 然後做食鹽問你下一個什麼次序是哪個做法 我們講過我們做食鹽的 基本上先做溶解過濾 然後再做蒸發結晶 稍微再說蒸發結晶 所以呢 要先把它溶解到水面來就是夾這個部分 然後倒到濾底上餅就讓它過濾 然後最後把它倒到濾底上要煮一煮 再發結晶 所以呢要先做假再做比再做乙 所以呢我們答案選的是B 答案選的是B OK 很簡單 所以請問各位 這邊有兩個人在做這個實驗 然後呢問你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基本上有人的操作步驟是錯的 基本上有大哥的操作步驟是錯的 不是這樣做的 請問你 誰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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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列敘述何者正確 賽哥男 楊神宇 答案哪一個 答案選AB的B 我只是想罵人 要貼緊燒飛幣避免綠一漸起 它沒有這樣做所以它容易會漸出來 然後呢過濾把收集到的是混合物 會要收集到混合物 好然後呢基本上過濾把 我們這種溶解過濾把是利用溶解度的不同 如果是篩網是利用顆粒大小的不同 那麼A選項在過去的 過去參考書寫這句話的時候 寫為什麼要用漏斗頸貼緊燒飛幣的時候 它說是要利用附著力來加速過濾 那個是以前參考書的寫法 後來課本就直接告訴你說 那是要避免綠一漸起 所以A選項是不對的 請問您 這個我剛剛講了 這個答案我剛才已經報過了 我剛才在講解的時候已經報過了 它的答案是哪一個 它的答案是哪一個 它是利用什麼性質的不同 這是男生 波小蘭 利用什麼性質的不同 豬 你說 對我剛才講過 我剛才已經提示過了 這個溶解過濾法是利用溶解度的不同 這是很簡單 複習一下我們做的一些分離複質的方法 的注意事項討論的東西 OK OK嗎 OK 很好